原住民小朋友们用族语唱着悠扬的歌声 为了不让传统的邹族文化渐渐消逝 去年安利希望工厂慈善积极会 小梦想大志气的追梦计划 就帮助了邹族文化的科学基地新美国小 借由实际体验学习古代祖先的智慧 融合文化与科学让孩子们学习新知 发扬文化 一般的男子底部饰品的 如果放在山坡上 重心不稳容易倒下来 邹族的碑楼底部是三角形 所以放在山坡时 农作物放进去 碑楼不会倒下来 所以邹族的碑楼非常好用 我喜欢做陶土 因为可以知道以前的族人 是用什么容器来装 日常生活中需要用的东西 孩子们透过教育 快乐学习地处偏远的阿里山 新美国小是邹族原住民的重点学校 积极争取教育资源 就是为了发扬邹族文化 把传统利用科学的语言推广出去 让孩子们领略各种科学新知 那我们希望说第一个是充实我们的设备之后 第一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在科学的部分杂根杂得更深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努力 可以带动我们其他的原住民部落或者是其他的原住民学校 也回过头来认同自己族人的智慧 那第三个我们希望 未来藉由这样一个科学基地的建制 我们可以跟我们平地的小朋友 或者是都会区的小朋友 分享我们这边的科学知识跟原住民的知识 安利新闻工厂慈善基金会 每年都帮助许多偏乡弱势族群 而今年的追梦计划即将进入决选 将在11月1号到10号 由10个单位决选出5个单位 网络投票就占了加权比重的50% 主办单位广邀社会大众投票 共同参与评审 一起陪伴大家勇敢追梦 安利新闻 廖一芬 杨静 综合报导